今天是6月几号 管他几号呢 大家自己查去吧 今天的那个网上有这么几个消息 一个是那个新浪微博被约谈了 好多人特别高兴 我看完以后呢 我觉得挺让我意外的 因为就是如果你说这个新浪微博干过什么坏事 说应该被约谈了 我觉得早就该被约谈了 每天都应该被约谈 他们是一个机构干坏事 或者说一个商业机构干坏事 我就说我自己吧 我的微博有两千万粉丝 现在在那停着呢 我有两个微博账号 更新不了 没有任何理由 更新不了 就是一条也发不出去 就是死了 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觉得真是欺人太甚 这个 或者你们就比较牛 就说我就不让你发 这种人我也佩服 或者说我们接到上级命令 不让你发 这也我也能理解 就是一声不吭 就是不给你发 就好像 就特别像我们过去 跟那个摊贩打交道 摊贩打交道 他们耍赖皮似的 然后 比如他们的那些 那些手段 就维护一种言论的 这个手段 毁灭一种 言论的手段 特别让人不吃 所以信息渠道 还是多一点好 又多一点 释放自己声音的渠道 就不会被一个渠道 憋死 卡死 这点很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